大家好 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听说骨质诉讼之后 最好的补钙剂是牛奶 因为它里面有乳糖 所以它就把牛奶视为最权威的营养品 还有些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就用牛奶来送服 第一个他说正好吃早餐了 正好早餐又是牛奶 还要喝药 我不用喝水了 我直接用牛奶送服 其实牛奶送服一些药品 有些药品通过牛奶的送服 比如说脂溶性的药品 牛奶送服扩大了它的脂溶性 增加了它的消化吸收 提高了它的效率 这是好的 这个里头比如说我们说的罗红酶素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但是还有很多药物 在牛奶同服的情况下就降低了药效 比如说牛奶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钙 磷 还有矿物质 维生素 它和这些药物结合之后就形成了落合物 而这个落合物是不被人体吸收的 所以就排出体外降低了药效了 这些药物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四环素类 四环素类是一个典型的 它不仅仅是和牛奶当中的钙 形成的钙的落合物 而且它还导致我们牙齿变成灰色的 很多人出现了四环素牙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抗帕金森的一些药物 抗帕金森的一些药物和牛奶同服之后就降低了药效 甚至是失去了药物的治疗作用 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你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或者是你要认真阅读药品使用说明书 如果说这里面说它是脂溶性的 你可以用牛奶一起服务 或者是医生告诉你 这个药最好是用一些牛奶去服用 你再服用 如果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 你又没有认真去阅读药品说明说 那么你就最好选择用水服 如果有很多人 呀我喝了牛奶了 我已经喝了牛奶 我不是用牛奶服的这个药 但是我喝了牛奶 可是我忘了吃药了 该怎么办 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吃 能吃 但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一定是在你喝了牛奶两个小时之后 你才能用这个药 所以你在吃药 比如说降压药 降糖药 还有很多啊 治疗高血压的 糖尿病的 还有改善痛风的 这些药在服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认真阅读药品说明说 让我们的药效达到最佳状态 同时的也避免浪费 还能够呢 让你不要出现胃部的不舒服 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 好 谢谢大家